大家好 晚上好大姐 我刚去录音了 录明天的又你的 眼线长吗 不知道 我每次化妆都长不一样 我明天还跳专属座位 明天跳完 我一二三四号位 我就记齐了 我也是可以记齐的人了 今天是这里这样扎了一个小边 我今天一定要早早的收拾好 不能拖延 绝对不能拖延 不能拖延 完了 公演都演完了 最佳拍档 通知的是21号那一天 21号那一天 可信吗 再不演就 第一轮要结束了 可信 绝对可信 好事多么 可信 对 对 周五 耶 懂了吧 不知道这下拍档还有多少队没演呀 我总觉得快演完了 是不是 大家都演了吧 都演完了 因为我看一开始不是三个拍档三个拍档的拍吗 最近就两队拍档两队拍档拍了 是不是就是快演完了 我不知道是哪个队的公演 希望是我们队的 21号 感觉可能会是我们队的公演 我觉得可能会是我们队的公演 我觉得可能会是我们队的公演 就是队的公演 יים 我相信 跟著我的分析 因為那一天就兩隊拍當演出 另一天就兩隊拍當演出 他們兩個不是同一個對的 我和孫小燕是同一個對的 所以我總覺得 會放到我們最冷口眼裡 你們覺得分析一下 對吧 生蒜子 放到北京 太好了,那我回去演 欸 呵呵 不知道啊,我覺得 希望是我們隊的公演 不行 不行哦 不行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 晚上好 Good evening Little sister 我們今天沒有 非常好 我今天沒有 今天我們難得 今天公演結束得早 今天 不到五點 就結束 公演結束 但是我今天合影 没能早回来成 对,今天是新发型 我就是每次上公演前 我都在小红书上面搜发型 还没下号明天做什么 明天做什么发型好吗 天气这么好 我跟陈琳到楼上晒太阳去 我已经好几年没出过街了 都没有出现这个概念了 都忘了这件事了 我俩上剧场楼顶去了 我俩上剧场楼顶 去问陈琳呀 对呀 因为疫情前前几年 疫情不能不出现 今天的专属座位 对,是我和我的朋友们 对,我每次上楼顶都会往下面看 下面有好多好多人 有好多好多人 专属座位 专属座位 我跟你们说 我昨天坐高铁回来 哇,就是这个疫情以后啊 这个火车站人巨多 真是不行啊,真是 昨天我高铁延误了15分钟 我约的是9点40 差不多的车 结果那个停车场他根本就进不来 因为人太多了 就一直堵一直堵 他堵了能有40分钟 一个小时吧 10点10分左右 我才上车 人太多 然后你司机说他周五 以后周五晚上再也不来 但是我上次周 周一 周日回来 人也巨多 我就感觉 我每天晚上 在那儿的那个火车站的人都巨多 不戴口罩 心欢欢的 心欢欢你就戴着呗 我发微博那个帽子 是的 是我之前买的帽子 然后最近才到 周末到处 感觉不是周末 也很多人 因为大家现在都能出来了 被成情骂了 好多人假聊 哦 对 周末可以短图旅行一下 五一准备 来呀 那你五一来看呀 对呀 那是我 对呀 新买的帽子 我特地买的帽子 他刚到 我经常 今天MC的话题不就是追星买的周边是什么吗 那就是我买的帽子 对 看见人多就没兴趣 就是人多 我前几天不是去环球影城吗 就是我买了新的年卡 第一次去 我只玩了一个项目 就是坐船 起步是坐船 就是类似于迦勒比海盗的一个项目 功夫熊猫呢 其他一个没玩 因为人多 不知道五一有没有我手会 我五月份又有计划了 但是我现在好像是太多了 也不是太多了 就是感觉上有点多 但是实施下来其实也还好 但是 还是 还是有点 事情集中 对 节假日到处都是 事情总能一件件做完呢 没错 你说的对 但是我五月份已经安排好了 虽然不知道那个 那段时间会发生什么 或者跟什么形成冲撞 但是总是会有解决办法的 对吧 没错 会有解决办法 计划总会被实施的 没错 计划但是赶不上变化 不行 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 这个二环是我的好姐妹 咱俩梦送给我 对呀 室友今天没回来 我要按住变化 没错 我要把这些事情都提早做完 没错 时间过太快了 夏天又要到了 我还没干点什么呢 又要开始了 是的 我非常喜欢这首歌 该买夏天的衣服 可是我现在还穿着毛衣呢 该给帕恰狗头三里欧总选 对 我今天也看见那个了 然后我就说三里欧总选开始 我要给帕恰狗投票 然后孙小雅说 帕恰狗是谁 然后王小佳 她也不知道帕恰狗是谁 她俩都不知道帕恰狗是谁 太土了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帕恰狗是谁 然后今天王小佳 还给我看那个迪士尼 那个奥斯华 她不是买了一个 就是可以坐在肩上的奥斯华吗 然后我跟她说 我在迪士尼买了一个 可以坐在肩上的叉叉 她说叉叉是谁 我说 你都不知道叉叉是谁 然后我就把叉叉的照片找出来给她看 她说 她说啊 这个不是叉子吗 我说 她是叉叉 达菲和她的朋友都认不全 对 她一开始说 以为奥斯华是变形了的米奇 但一开始我也是这么觉得 后来我才觉得她可爱 然后她说她还买了一个小白猫 我说是玛丽猫吗 她说 好像是小白猫 小白猫 谁说汤姆猫的老婆是玛丽猫 对她不认识玛丽猫 但是她觉得可爱就买了 下周 六六生日公演那天 还打算跟王小佳跳结伴 有一个点子 我之前跟她说来着 她说她也想那样那样干 但是我们一直没找到机会去实施 不知道15号有没有机会 靠紫迪士尼玩偶 当然不是啦 比如说那个白猫 那是汤姆的老婆 不是 他们不是 玛丽猫那里头有三只小猫 还有一个灰色的 然后一只橘色的三只小猫 一天就不是什么好事 就是要整整活 我之前给她看的 她说她一直也想这样 但是我们在特殊公演的时候 才能换那个 换运她的衣服 所以我们终于等到了 谢谢六六 我们今天在后台 已经开始打算盘了 说我们15号的公演 是不是可以换衣服穿了 然后我们就 集体谢谢六六 我们说谢谢六六 这对只有在生日公演的时候 才能换 还是生日公演和特殊公演 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平常的常规公演 是不能换的 我最近 我昨天开始看电视剧了 我记狂飙之后 我都忘了狂飙什么时候看的了 二月份吗 二月份看的狂飙 天哪三月份过完了 我昨天在高铁上看那个模仿饭 你们 you know 你们知道吗 网飞拍的那个 就是根据日本的一个小说 就是拍的那个 好看 好看好看 好看好看 就是我觉得就是 还可以 还行 就算是个好 好看的电视剧 我还没 我都看到第六集 好像 看封面被吓死 no 还行 没有那么吓人 我也是之前存的 然后 我是下载下来 想在高铁上看 看到第六集 第五集 第六集 不知道我有没有耐心看完的 平时我没什么耐心看电视剧 我耐心太差了 嗨 女医 我都没看黑暗荣耀 可以来坐一会儿吗 你可以穿着干净的裤子 来坐一会儿 女医不会是想我了吧 明天就能见到了 今天也非要来坐一会儿 也非要来见 想我想都睡不着 吃不饱 渴了就去喝水 饿了就去吃 不认觉得卫生部 还要打扫卫生 谢谢 谁的爱丁 你怎么狂吧 哎呦 我的脖子酸 喝口水吧 我这段时间喝水少 我回家每天都不怎么喝水 我早上泡的柠檬片过 酸死了 趁拍档不在 找拍档的室友 难道女医会给我带什么礼物来吗 她不会偷偷给我买了一个新的iPad的 什么叫偷拍档的水剑 不懂 先谢谢 可可 谢谢可可 她怎么还不来 她是在给我准备礼物吗 谢都谢了 他们会不送我礼物吧 我都说到哪了刚才 哦 说到我最近终于看电视剧了 她在换干净的裤子 脏死了 难道她一直穿着脏裤子吗 有人给我发微信 不会是她吧 看一眼去 是呱 呱看到了微博上的视频 她说她的眼睛想尿尿 哈哈 她没穿裤子 我一会儿眼睛不会尿尿 鱼怎么喊不来 寡宝太感性 她不知道我都把她这件事情给泄露出去 你眼睛也尿尿了 我跟你们说 我今天不是吃红丝绒山楂蛋糕吗 我一开始本来想点一个别的味儿的 我都看好了 结果今天上午 我在巴黎贝典买的蛋糕 它好像没做那个味儿的 我就选了一个 红丝绒山楂味的蛋糕 还挺好吃的 你别说 就是现在一个迷你蛋糕都要58块钱 可能也是我不懂这个蛋糕市场价位的 但是我还是买 晚上好 谢谢你夸我的耳环 山楂味就是外头是红丝绒蛋糕胚子 然后奶油 里头是山楂 酸酸的 还挺好吃的 我后没吃完我的拍档都给吃了 就是没浪费 最后我吃了点顶 这不是咱也没浪费 越吃越开胃 不能吃酸的 能吃酸的 你不能吃酸的 还挺好吃的 越吃越开胃 可以 嗯 嗯 對感覺什麼都很貴 蛋糕 再也不吃蛋糕了 不吃了 点歌 可以点歌 只能吃自助餐的时候 吃蛋糕 吃自助餐 吃什么蛋糕呀 吃自助餐 吃好吃的 你吃蛋糕多占度软 不能吃蛋糕 白色好 哦 没啥好吃的 确实 你说早饭什么的吗 嘟嘟嘟嘟嘟 如果去外头吃自助的大餐 就不要吃蛋糕 不要吃什么披萨之类的东西 但是你说酒店自助餐 是酒店早饭什么吗 我也不知道 晚餐那种 哦 没这么在酒店吃过晚餐自助 吃熟悉锅 我昨天中午就吃了熟悉锅 吃到后头不行了 熟悉锅 生饭菜吃自助餐 先进去营用嘛 吃饱了出来 姐姐再进去 热气锅 吃这些得慢慢的吃 不能吃快了 要细脚慢咽才吃的 但是要在规定时间内 很难啊 二十分牛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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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能吃吗 我不到45分吧 这么早 那我播到12点 拒绝加班 从我做起 说的我又要饿了 不行不行不行 开餐的店 吃点啥呢 没啥好吃 我昨天从家里买了报士铺带款 对不应该存在加班这件事 我没有在加班 我在跟大家聊天 聊什么呢 我最近在看那个综艺 吃那个炸鸡 我就是在网上看的 就说它有十种口味炸鸡 我跟我妈就去吃了 有那种爆辣的 有芝士粉的 有什么芥末蛋黄酱 感觉没有我想的那么好吃 但是也还行吧 我吃了七个 七个炸鸡 它就是一个鸡翅 一个鸡腿 一个鸡中 那叫什么 对啊 就十种蘸料 就一个二十块炸鸡 两个人吃 鸡中翅和鸡小腿鸡 BHC同款 我天哪 我的妈呀 就是 我不知道 是因为我太久没吃BHC了吗 我觉得我对它期望 有点太高了 但是它也不难吃 懂了 BHC是一个炸鸡的牌子 就是是我心心念念的 哪个看起来分量分量很大 是那二十个鸡鸡炸鸡吗 我拍的 就是我那天吃的呗 你能吃三顿 我两顿就能吃完了 一共有二十 二十块 炸鸡吃多会腻 它会配那种萝卜吗 你可以解腻呀 但炸鸡确实 我更喜欢吃烤鸡 炸鸡带腻了 两三块就顶了 哦 吃纸包鸡 我就是纸包鸡 要配啤酒 对 你可以边吃边喝 晚上好 喝汽水 雪碧 可乐 我不爱喝汽水 我不用吃喝咖啡呀 咖啡和茶 牛奶 我今天也喝了咖啡 喝了哪几 黑皮 解腻 可口还是百事 我都无所谓的 我不怎么喜欢喝 汽水 那你们会选可乐还是雪碧呢 我选雪碧 我选雪碧 我更喜欢喝雪碧 你们可乐还是雪碧呢 我选雪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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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更喜欢喝雪碧 你们可乐还是雪碧呢 也是汽水 也是汽水 喝酒 喝酒 酒有什么好的吧 宜宝 对 就是宜宝 东方树叶 冰红茶也好 乌龙茶 冰红茶 我去香港喝那个草莓乌龙 不就是说只有那儿有 港澳有 然后我就喝草莓乌龙 我喝了三天那个草莓乌龙 我觉得确实很好喝 莱蒙 莱蒙 是什么饮料 我没喝够 苹果酒 草莓乌龙 好像是香港澳门便利店里面卖的 椰子汁 对 加C就是黄色那个呀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国产版的雪碧 莱蒙吗 建议可乐 我好想知道幸福可乐又是什么东西呢 我那天出去吃饭 喝了那个 我好想知道幸福可乐又是什么东西呢 蜜桃味的可乐 是新出的味儿吧 我觉得还挺好喝的 就是可可可可乐的 白桃乌龙味的百事 就是桃子味儿的 可可可乐出的 还挺好喝的 我记得是不是还出过咖啡味儿的什么来着 蓝包装的雪碧 有股牙膏味儿 哦 但一瓶可乐我也没喝完 无糖雪碧未美 北冰洋好喝 北冰洋配山羊肉 糖蒜 火烧 像中火锅儿了 樱花和樱桃 我一开始也觉得什么跟樱花樱桃 还有玫瑰 我就觉得不好吃不好喝 但是我昨天去吃寿喜锅 它那有樱花季 就是有个樱花的一个甜品 我吃了一个就是冰淇淋口感的 我觉得很好吃 就有点酸酸的 又有点柠檬的那个味儿 可能它只是做成樱花形状了 所以我觉得好吃 我吃了俩 玫瑰柔你的 help 你喜欢 I don't like 樱花是啥味儿 我也说不清楚樱花是啥味儿 樱花有啥味儿吗 都知道了 就是粉粉的 看着好看 熊蚁草味我也不喜欢 别看熊蚁草是紫色的 我喜欢紫色 但我不喜欢熊蚁草味 我今天出门喷了香水 喷了我上个月新买的 一个玫瑰味的 就是玫瑰偏 又带有点荔枝的 那个甜甜的香水 然后和洋星天一上车 就太美品了 就说什么味啊 什么味啊 哎呦好像是什么 我忘了它是怎么说的 你为爱香草 然后它就下车待着了 再去呼吸新鲜空气了吧 我也不知道它去做什么 然后小叔就坐在我旁边 说可能谁喷的香水 我说我喷的 和洋星天真是不行 然后小叔说 说到和洋星天都没听见 和洋星天又说我美瞳下人 又说我香水难不好闻 就跟我对着干 都没说她的头发是用牙膏洗的 她皮又A我 仙人蹦极 你买了两个 送了一个给你朋友 怎么样 味儿怎么样 味儿怎么样 仙人蹦极是一个香薰 我摆在厕所的香薰 仙人掌味儿 不懂了吧 然后我不是喜欢西瓜味儿吗 我前几天在家里买的那个 放到我厕所的香薰是 西瓜泡糖味儿的 仙人掌好吗 我再剥两分钟好了 凑到八点五十 我要去卸妆洗澡 什么就打开心思路了 真是 马上到十二点了 我这时差马上就十二点了 能早睡吗 不知道能不能早睡 我希望可以早睡 对啊 吕姨怎么没来啊 吕姨不会要跟我说什么大八卦 要等我们关了直播 她才来吧 找不到裤子了 吕姨 要说大八卦了 男男女也要跟我说大八卦 没有大八卦 我也想吃的大八卦 最近好像没有什么大八卦 你们也想听 我也想听 等我知道之后给你讲 我准备要下播了 这首歌最近很火 到时候给你讲啊 好 我准备要下播了 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